重温经典,以古渐进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大家赌孙子兵法 来赌虚实篇的第四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主题主要是何时何地来进行打仗 由我给敌人来进行选择 原文叫故知战之地,知战之,则可千里而会战 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 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 而况原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古夺之,悦人之兵虽多 一期异于圣白财,故约圣可为业 敌虽重,可是无斗 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能预期在哪里进行打仗 预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在哪里打仗 就算是跋涉千里,我也可以和敌人进行交战 曹操的重解叫,以渡量之空虚会战之 前面我们了解到了王阳明或宁王的一个案例 宁王大约为了安庆 安庆一破顺流而下 南庆就是宁王的囊中之物 进了南庆,宁王就有了政治好处理 那王阳明要评判,就必须要知战之地,知战之日 他手中就一点临时拼凑起来的兵吗 在哪里打 宁王在猛攻安庆 他当然应该去救安庆 但是你救他去了,也未必救得下来 因为你的兵法没有宁王的强大 宁王防着他来救 所以再给他来一个围殿大员,那可能半路就吃亏了 这个时候王阳明要决定赌一场 赌什么呢 他就直接打宁王的老巢南昌 他赌宁王会放弃安庆 回师来去救南昌 他如果回师,我就可以千里而会战 在哪里打 不在南昌城 在他来的半途当中 柏阳湖来设服兵和他决战 这就是知战之地,知战之日 王阳明时机票算吗 其实也不一定 他就是赌一把而已,这是他唯一的办法 这里有个计策,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宁王如果不回来就怎么办 他就放弃南昌,继续当安庆 安庆一定失守 安庆失守了,南京一定不保 进了南京,宁王就会成绩 王阳明赌宁王没有这个智慧和这个魄力 他都赢了 他一进南昌,宁王马上放弃 已经接近崩溃的安庆城 回师南昌 战地也赌对了,就是在柏阳湖 恶战下来,宁王被擒了 第二个战利就是汉朝周亚夫 凭吴王刘弊之乱 吴王向西攻去洛阳的道路当中 这个景帝,他的弟弟刘武的封国 梁王横更在中间 如果你要破梁军在梁国南郡的地方 梁国就告急 请求援助,周亚夫却深沟高雷扎营防御 梁王刘武每天都派使者来进行救援 周亚夫就是见死了 梁王向景帝上书 景帝派使者来命 太尉来去救梁国 周亚夫还是说将在外军民有所不说 他就是不帮忙 周亚夫让梁王和吴军恐战 他自己悄悄的派清净 去断掉了吴楚后方的梁道 吴冰罚梁饥饿难打 刘弊知道周亚夫结疗就来打他 他还是高挂免战 他安排就是把吴冰忍机挨饿 把战斗力骑入 然后就撤退了 至战之地至战之日 这个时候周亚夫的战日就到 战铁选好就在淮北平地 因为吴军的步兵多 力在险阻 汉军的车机多 平地的坠机战是最爽的 于是周亚夫挥视出镜 打破吴军 整个平地无数之乱 只用了三个月 可谓是非常的迅速 军臣上下三军将士都佩服 周亚夫佩服到五体同地 都佩服他社谋原律 算无一策 只有一个人对他是恨之入骨的 就是他救了那个人 梁王流 你拿我去为敌人 这样却是我打的 差点我生死国民 你就在他们饿死之前 去推了他们一把 最后敌人狂 成全了你 算无一策 不知战地 不知战日 自则左不能救右 右不能救 前不能救后 后不能救钱 而控原则输十里 敬者输一户 就是不知道 敌人何时会兵 何时接战 所备者不专 所守者不苦 呼吁进敌 参数迎战 左右前后都不能相救 更何况左右前后兵 其实收回相聚 有非常远的数里 甚至数十里这距离 前面两个战力 对位的另外一方 一个是明朝的宁王 朱成豪 一个是汉朝的吴王 刘弊 这就是战地战日 都是别人给他挑的 他怎么可能不犯 以武夺之 越人之兵虽多 亦兮亦云 胜败在 在我看来 越国的兵虽然多 但是跟能不能打胜仗 又有什么关系 孙子兵反是 孙子写给吴王和吕的 吴越是仇伙 而且是士仇 所以针对于越国来说 大家都熟悉 越王和 这个勾建和 王夫差之间的故事 夫差就是何旅的儿子 故曰 圣可为 敌虽重 可使无斗 所以说 胜利是可以 人为取得的 敌人虽然多 但也可以让他 没有办法去打仗 孙子在行片里面说 圣可之而不可为 这里有讲 圣可为 那是不是矛盾 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孙子的女境不能 针对的情况不一样 像王阳明面对 宁王朱成豪那种情况 我方资源足够 或者耗得起 这就是圣可之而不可为 稳扎稳打的 来就可以 但是宁王一旦起事了 中央毫无准备 没有朝经大朱来 就自己手里这点资源 必须跟他干一场 那不能让他 竟然竟然称帝 遇上了这种情况 就只能是圣可为 敌虽重 何时无斗 结果王阳明赌赢了 宁王虽强 但是可以让他不打恩情 不敬难尽 就乖乖的 不让过来进行送死 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如果万一宁王不选择 去回到自己的南昌 然后去打安庆怎么办 所以历史不可以假设 因为历史也无法假设 故策之而之得失之己 做之而之动静之力 行之而之死身之地 较之而之有余不足之处 这就是知己知彼战术的要点 知己知彼百姓不淡 在战前的知 是纪篇里面讲的五十七纪 就是道天地降法 然后七纪就是主俗龙道 将俗龙能天地俗德 法令俗行 兵重俗强 世主俗变 善法俗命 五十七纪讲的是 政治资源实力战略这些层面 上了战场 如何在战术层面来知己知彼呢 下面的内容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测之而之得失之己 梦师的注解叫测度敌情观其失为技术可知 就是分析敌果双方的计谋 推算随德随失 作之之动静之力 作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那个作 作他一下 作就激他一下 看他哪里有动静 就知道他虚实状况 就像我们所说的火力侦察 魏勇猴问吴奇 他叫两军相遇 我不知道对方将领能力有大有小 不知道他实力怎么样 我怎么办呢 吴奇就说 就派一小鼓勇士 锐族就很厉害的 一帮突击队 去攻击他 一交手 然后去扬板 这个时候去观察敌人的一去一动 如果他追我军 假装追不上 看到我们丢弃的一些兵器 旗帜财物 假装看不见 那就很聪明了 如果他们清朝来追 旗帜杂乱 行止纵横 又贪力强东西 这就是降临过性 马上就可以对他发起进攻 行之而之死神之地 行之就是让他献出原形 让他暴露出自己的军形 上一句所说的叫 作之而之动静之力 就是行之的方法之一 多目的注解叫 死神之地就是战地的虚实 我多方以物提人 观察他的回应 随而知之 就知道死神之地是什么状况 角之而之有 鱼不足之处 这个曹操的注解叫做 角就是凉的意思 以我有鱼 较量敌人之有鱼 以我之不足 较量敌人之不足 这是多目的注解 所以在这个内容当中 有一个战例 就是司马懿平定辽东 前面已经 其实两次都了解过这个案例了 这一条良敌之计 还是和司马懿有关 司马懿争辽东 是四万人 对阵公孙渊的二十万人 前面我们了解过 公孙渊先派先锋 树冠在辽和射防 自己率主力在后援 连营数十里 阻击司马懿 司马懿射敌兵 天智敌自己悄悄的率金锐 绕过辽和防线 直接围了公孙渊的老巢 相品 这种技术好像常见 这就是安能动之 敌虽身沟高累 不得与我为战 公之所必救也 孙渊孙渊没办法 他必须得回遍自己的老巢 途中三次被司马懿打败 然后退回到自己的乡平城 去守住城 这就是伟典大约 至战之地 至战之一 这个正值是七月份的余季 天子还是下了一个月 司马懿安兵不动 一点都不着急 布下陈威就问 当初孟达造反 咱们八步并进 昼夜不细 八千走了一千两百里地 八千尘展孟达 我们今天远征辽宁 却安然不动 缓缓突出 我实在是有点愚笨 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 请您来为我打理解惑 司马懿就说 这是搅量敌人重 广和粮食多少 当初孟达人少 而粮食能够吃一年 我均四倍于孟达 而粮食只能够吃一个月 以我一个月的粮食 对正一年的粮食 当然要快 所以我不计死伤 必须要快速拿下 那不是和孟达在打 那是和粮食在再跑 一个月我拿不下 我们就饿死了 虽然我们现在 也是远征 但是我们带的粮食很充足 敌人却很伟良了 敌众我保 敌击我保 和这孟达的情况正好相反 下雨天又不好打仗 那更好了 大家在一起好粮食 那又着急什么呢 三十多天之后 雨停了 司马懿才开始进宫 城中已经到了 人吃人的 没有粮的城 好多将人都出向 司马懿公婆乡城 在了公尊院 平定了辽动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讲的 虚实篇的第四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